公元936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绝对属于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后堂皇帝李崇科和他的姐夫合同结读使石敬堂闹饭 石敬堂正式起兵反逃 这一年,石敬堂在弃丹的帮助下节节胜利,开国胜利,建立了后劲 这一年,李崇科节节败退,胜利已无可能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堂灭亡 还是这一年,石敬堂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弃丹,让内地失去了天然屏障 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后续几百年代政治格局 本以为够乱了,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局势更加的朴朔迷离 让我们重新回到公元936年,回到石敬堂占领洛阳后 看看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我的演绎,我是杨立辉 在石敬堂起兵前,当时后堂有三个实力最强的截图史 分别是河东的石敬堂,幽州的赵岩寿父子和魏伯的范颜光 石敬堂起兵后,后堂皇帝李崇科派遣赵岩寿父子和范颜光分兵两路进攻石敬堂 没想到赵岩寿父子也想学石敬堂,想和契丹联兵自立为帝 但契丹国主耶利德光在桑维汉的坚持下,拒绝了赵岩寿父子 赵岩寿父子后来在石敬堂和契丹的联兵进攻下投降了契丹 但被耶利德光送到了契丹,光了起来 还剩下一个范颜光,他本在辽州,撤印赵岩寿父子 赵岩寿父子投降后,他也从辽州回到了魏州 石敬堂进入洛阳后,在桑维汉的建议下 班兆招服天下各阵,万岩光剑天下已定 不得已也奉表跪向了石敬堂 咱们来说说这个范颜光 他尚未发迹时,曾有个算命的张先生 说他日后必将出将入下,后来果然应验 他先在朝中任苏密使,后来出任杰渡使 这使得范颜光格外地相信张先生的话 后来又梦见有一条蛇进入自己的腹中 他又让张先生解闷 张先生说 蛇龙同种,你将来必定可以做得帝王 范颜光听后,心中蠢蠢欲动 但皇帝李崇哥待他不薄 他一时也不忍心相赴 等到了石敬堂开国称帝 范颜光想做皇帝的心事,又活了了起来 但他如果仓处发兵,恐怕不是石敬堂的对手 只好先敷衍周旋 公元937年,范颜光暗中给齐州防御使密雄写信 让他和自己一起起兵 但密雄收到信后,却没有回复 范颜光担心他密咒给石敬堂 就派刺客趁机刺上了密雄 之后招兵买马,意图准备起兵 郡主石敬堂知道这个消息后 颇为顾虑,不知道是否应该立马发兵征讨 双维汉指导后,建议石敬堂迁都到汴梁 他说到,变梁北控烟罩,南通江淮,是一个水陆都会经济富足 现在范颜光反义已经显露,咱们赶在他起兵之前迁都变梁 变梁离魏州很近,如果魏州有变,可以立马发兵征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他们 石敬堂很是赞同这个主意 于是假借东巡之名,离开洛阳,前往汴梁 调瑟皇截斗使张崇斌,为洛阳巡监使 协助皇子石中义,镇守洛阳 自己带着后妃,前往汴梁 一路上安安稳稳,顺顺利利的到了汴梁 石敬堂下诏,迁都到此,并大赦天下 撤封范颜光,为林亲王 他还想继续争取下范颜光 就连和范颜光比较好的凤香截斗使李崇岩 和平鲁截斗使王建立,也分别封为了齐王和林治王 以此牵制二人 范颜光得了王爵,就把反义去了大半 但手下亲兵统帅孙瑞和禅州赤使冯辉 却屡屡劝范颜光发难 范颜光瞅瞅不定,竟然病倒了,不能理事 没想到,孙瑞竟然擅自上表靖国朝廷,敌匪朝廷 等到范颜光知道后,差使已经快马加鞭,离开了魏州 追不上了,范颜光质问孙瑞 但孙瑞常年跟在范颜光身边,早知道范颜光是怎么想的 就重提了大蛇入腹的梦造 继续劝范颜光发难,说定然会成功 范颜光被他这么一劝,心中也不觉得发热起来 就依赖孙瑞,正式起兵造反 华州离魏伯很近,自然很快得到消息 华州节度使福元饶,上周报与石敬堂 福元饶是李纯沈的儿子,李纯沈本姓夫 石敬堂得知范颜光已返,立马调兵遣将,讨伐范颜光 他让马军独指挥使白丰进,带骑兵五千,前往华州支援 再派张从斌带领本部人马前往卫州 又派世卫独军使杨光远,带领万人也屯兵华州 最后派护胜独指挥使杜仲威,带兵五千,屯兵卫州 哪知道人心难测,张从斌竟然被范颜光所引诱 从洛阳带兵,走到河阳的时候,就地造反 杀了河阳节度使皇子石中信 之后带兵杀回洛阳,又杀了洛阳留守皇子石中义 然后进兵试水关,进逼变量而来 石敬堂联盟让都政威改变路线,前往讨伐张从斌 又另派进军都指挥使侯毅带领进军五千,主祭张从斌 并让宣徽使留出仗,从黎阳分兵,会同其他两路,征讨张从斌 这些兵力都离变量较远,远水救不了近火 变量城中已经乱成了一团,但桑维汉却从容不迫 神色自主地指挥军事,进入石敬堂穿上戎装和桑维汉密毛 想要逃到晋阳,桑维汉扣手哭剑道 现在贼兵虽然气盛,但他们不会持久的 咱们等几天看看,不能轻动 于是石敬堂就暂停了逃跑的想法,催促各军分头为脚 然而祸不担心,处在征讨魏州第一线的华州 此时也出现了大乱 白凤进来到华州,和华州截斗使福燕饶分开扎营 夜里有军事趁夜抢劫百姓 白凤进派兵抓捕,一共捉住了五人 其中三人是白凤进的部下,两人是福燕饶的部下 白凤进大怒,下令全部斩首,之后通知了福燕饶 福燕饶觉得白凤进没有通知自己,就杀了自己的人 心中十分不快,白凤进仅待数人,亲自来到福燕饶大营 宛言道歉,福燕饶说道 军事各有管辖,你为何擅自杀了华州军事 难道不分主客吗? 白凤进不由的怒气,博然大怒道 军事犯法,按罪当杀,我和你同为大臣,为何还分彼此? 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亲自前来道歉,你还不可息怒,莫非想和范阳光一同谋反吗? 孙者拂袖而去,福燕饶也不挽留,任他离去 但偏偏福燕饶布下军事,群情激愤 持刀冲出来,竟然杀了白凤进 白凤进布下,仓皇逃脱,回到本营 白凤进营中军事,听到主帅被华州军所杀 顿时喧哗不已,就要就地造反 左军都指挥是马万,遏制不住,也想跟着军事作乱 但正巧右军都指挥是卢孙觅,率兵出营 历生对马万说道 福燕饶擅自杀害白宫,必然和魏州有所合谋 我等家属都在辩娘,你现在为何不思报国 反而想趁机作乱,是想自侨灭族吗? 现在应该一同勤住福燕饶,送给天子 这样必然是大功一见,军事们都会有赏 众军事听着,为宁者立斩,立功者重赏 你们还在迟疑什么? 马万黑然不达,其部下有数人呼喊而出 但立马被卢孙觅,亲兵捕杀 其余人都不敢再动,马万也只好依了卢孙觅 之后卢孙觅,马万和督于侯,方太等人 一起进攻华州城,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华州 捉住了福燕饶,方太亲自解送到汴梁 石敬堂赤福燕饶致敬 石敬堂以为华州之手工是马万 于是受马万为华州截斗使 卢孙觅为果州团练使,方太为赵州赤使 杨光远听说华州变乱,连忙带兵前往华州城 侍族想趁机推举杨光远为帝 杨光远斥责道 天子岂是你等玩物不成 咱们在静阳起降,实在是穷途末路 现在又想改例,就真诚反贼了 于是侍族们不敢再言 等他们来到华州城,华州已经是风平浪静 他上表朝廷,细表华州之事,并归功于卢孙觅 于是石敬堂改封卢孙觅,为朝义军留后 禁主石敬堂因接二连三地接到各地的反叛消息 又惊慌起来,就向刘志远问济 刘志远说道 陛下之前在静阳,粮草不足五日 尚且能陈旧大业 现在中原已定,手握强兵 还怕他们这些鼠辈吗 愿陛下辅将以恩,臣等与士族以为 恩威并住,京城自然无欲 京城像树根一样稳固,那枝叶就不至于伤残 石敬堂听了此话,立马转忧威喜 让刘志远整次进军 刘志远严明军纪,用法无私 当时有一个军士偷了一碟纸钱 事情败露,刘志远立马下定处死 所有之人觉得这事太过微小 就帮着求情 刘志远说道 国法讲究的是兴术,而不是刑计 我诛杀他,岂能用价值衡量 还是斩杀了这名军士 于是众人皆福 京城中逐渐安定的下来 石敬堂任命杨光远为主帅 受杜仲威为昭义军节度使 受侯毅为河阳节度使为辅 继续征讨魏州范言光 调朝义军节度使高兴州为荷兰隐 牵制张崇斌 杨光远等人带兵来到六明镇 正巧碰到魏州的冯飞,孙瑞等人渡河前来 当即趁他半渡,横击中流 冯飞和孙瑞不敌,大败而走 军事大多逆亡 杨光远继续进兵魏州 杜仲威和侯毅趁盛回头来到四水关 碰巧张崇斌正带兵万余人攻打四水关 于是迎头痛击 张崇斌部被杀被扶了大半 张崇斌也慌忙向西而逃 不料不合时,一不小心跌落到河中 竟然淹死了 其余部将都被轻达住,送到汴梁 被石敬堂下令斩首灭族 魏州范言光见张崇斌已败 知道事情必败无疑 于是就把罪过归到孙瑞身上 诛杀了孙瑞全族 然后写信给杨光远 让他代为转奏朝廷 祈求投降 谁知道范言光的起降 竟没有得到石敬堂的同意 石敬堂让杨光远继续攻打魏州 但杨光远却一直拖延不肯攻打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了 原创真心不容易 请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你动了手指就对我的极大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